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我是卡罗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我们唱歌之前 我们会听到一小段的音乐 这个音乐我们称为前奏 它的作用很大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几乎所有的流行曲开始的时候 一定有这一小段前奏的 刚才我说前奏的作用很大 它的功能就是为提高我们的情绪 也不一定是提高的 可能是压抑你的情绪 让你拿起麦克风听着这个音乐 慢慢慢慢进入这个歌曲的情感 让你唱歌的表情更丰富 唱得更有感情 所以我说它的功能很大 可是也不一定所有的歌曲都有前奏的 好像这一首 依旧关注我填词的歌曲的 应该知道 这是我改编的 墨河舞厅的粤语版 为什么这一首歌没有前奏 很明显就是这个歌曲 一开始的时候 情绪不容提高 不但是不容提高 还要把这个情绪压低压低 压低到了极点 用一个很低沉 很下哑的声音 像 但是我不妨告诉你 这样唱歌是很难的 因为它开始的时候 不但是没有前奏 不知道你没有留意 它连一个伴奏的乐器也没有 听到了吗 没有乐器的 哪里开始才有乐器呢 要到这里 这里才有音乐 那对唱歌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 因为它拿起麦克风 它应该怎么样起调呢 应该是 若音在哑哼 还是 若音在哑哼 还是 若音在哑哼 正常情况 它要叫乐手 先给它一个音 例如 它把这个音放在心里 若音在哑哼 它才能唱出来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一边唱 这个调不能慢慢下降 否则它唱完这一段 当其它乐器弹奏进入的时候 这个唱歌的调 因为下降了 它就好像跑掉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种清唱的方式 在很多音乐里面 尤其是在乐剧 唱乐剧很多是 音乐停下了 这个唱歌的冷风 有声 之后音乐才进入 所以对唱歌的人要求 又是特别的高 过来我们说前奏了 前奏的功用这么大 要给唱歌的人那个进入的位置 所以啊 前奏跳传的乐器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乐器 和它弹奏的感觉 就是这个歌曲的风格 那我们用我之前改变的歌曲来演示一下吧 好像最近呢 请跟我来 它开始的时候的音乐是什么 是钢琴 什么乐器都没有 就是钢琴 这种风格很像七八十年代的 我们叫做校园名歌 就是没有其他电声乐器 就是钢琴啊 吉他啊 也许我们有个名称叫 unplug 就是没有电的意思 经过一个这么平淡的弦奏 我相信你唱出来的声音 支言就很平淡 觉得没有可能听过这个钢琴声之后 你唱出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双方来说 我们听另外一首 就是我改变了 尽重罢果 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前奏是什么乐器 这种乐器 是一种童馆乐器 而它的名字叫做法果号 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一只蜗牛 对不对 但是它的声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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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听出来这个是什么感觉 对了 好像打仗 好像这个见证害死的感觉 而这个乐器叫做法果号 它是不是法果人发明呢 我不肯定 但是它肯定是西洋管弦乐里面的一员 就是这样做到这个管弦乐队里面 那你会问呢 这个金钟报果不识手中国背景的歌曲吗 为什么用了西方乐器呢 只能说这个世界在全球化 西方的管弦乐队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普系 对这个音乐这个审美的一个标准 这个就好像你们平常听的梁柱小提琴卸奏曲啊 这个版本啊 拉小提琴的是中国人 做着乐队里面的有两人 指挥的也是中国人 但是用的乐器 全都是西方乐器 那看到吗 这里有法果号 这是铜管 全都是西方乐器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音乐全球化 回来说这个金钟报果 再加上其他的管弦乐 再加上人圣 这么强悍的 这么威猛的一个 拿到正歌开始的时候 这个演唱的人能不很强气吗 所以我用这个声音来演唱 配合那个前奏 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开始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前奏 对我们唱歌的声音的影响 之后我再花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各种乐器能给出 怎么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感情 好吗 好了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点赞去转发 再见